这个表决一旦过关的话 对民进党来讲 就是赖清德下达的四个军令创 转手围攻顺统不浪 可以这么说 韩国瑜跟赖清德之间的交手 不在于520之后 而是在于517五项法案的表决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5月16号的前一天 5月15号中午 蓝白立委们 就守候在立法院的议事堂的大门口 为什么 因为517有五项法案要表决 这个517它涉及到的是四大领域 第一大领域 就是在野党派 联手修法 把五项法案立为应有的职权 被民进党阉割掉的职权 一一收回来 这里面就有包含调阅权 这里面也有包含金正权 还有藐视等等都在这五项法案里面 那为了防止民进党出阴招 他们现在就认为 最好的方式就在守在议场的门口 为什么要守在议场的门口 因为517里表决的时候 这里面有提案 也有人事 也有竹条表决等等 非常的复杂 他们怕夜长梦多 民进党突然占据议场 不让这五项法案表决 所以呢 他们从5月15号的中午就排队 第一波是由白银 黄国昌领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照片 也看到新闻 傅昆奇也好 胡孟凯也好 他们都纷纷到议场的门口 好 进行打气 那接续着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就在516 曾经的内阁总辞的这一天 也要看守议场 一路到517 那现在足足坐了 24个小时了 就是蓝白委员 不分党派 在轮流看守议场门口 好 怕有意外发生 那第二个 面对着517的表决 赖清德已经下达了军令状 转手围攻 所谓的转手围攻 就是要准备硬干一场 所以他们怕民进党 在这个时候提案海战术 人海战术 车轮战 拖延战 不让 民进党有提案的机会 就是必须要先行抢战先机 你登记完了以后 就马上把案子送到成续委员会 然后再院会表决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你民进党必然要出阴招 那这些阴招是什么 517自然建分销 这个第二个 那第三个 这五项法案 有关行政立法之间的制衡 韩国瑜原则上是支持 但是为了维持议事中立 他不便表示意见 但至少至少 不让民进党在院外 发动抗争 所以呢 韩国瑜也密切的注意这件事 尤其是一场内外 一场内外的政治活动 这个是韩国瑜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之下 韩国瑜如果处理的好 必然加分 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 你看民进党怎么对付他 所以表面上这五项议案 跟韩国瑜没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为了防腐 民进党的侧义团体 闯入 闯入一场内外 所以呢 韩有一套应对的方式 这套应对的方式 在5月16号的下午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民进党的出手的方式 那第四点 就是说 他们认为 韩国瑜是否在起 是否翻身在战 就是如何维系立法权威 就是这四项 你表面上五项法案 跟韩国瑜之间 没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实质上 这五项法案通过以后 韩国瑜在立院 就能够立威 至少行政立法之间 可以制衡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 来分析的话 韩国瑜能否再战 在517这一场战役 517这场战役 如果在野党派 联手拒绝了 执政党的话 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 民主基金会的人事问题 大概 民进党是不会再跟 韩国瑜真 因为赖清德都要管到这些事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于所谓韩国瑜 指派的执行长的人事之声 赖清德是采取寸步不让的态势 那其中最重要的 各位看 透过民主基金会 蔡英文跟赖清德 你发表视讯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权力的 禁逐的过程中 谁让一步 极无死所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据我所知 赖清德对于所谓的立院的扩权 立委的扩权 他不是没有意见 只不过因为他还没上任 他无话可讲 那就有蓝白阵营来讲 也是怕夜长梦多 趁着政权交接的时候 我就通过这五项法案 不然的话这五项不通过 这五项法案如果不通过的话 那给赖清德有一个再战的本钱 所以517对赖清德对韩国瑜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个只要这个法案 五项法案通过的话 就可以约束民进党的权力傲慢 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 你民进党不愿意让立委行使调阅权 文书的调阅权 那现在通过了 他就师出有名了 然后对于他的听证权 民进党他也反对 那现在只要有了听证权 好比说我六月理修会 七月开始 我就开始听证 我就把这些官员通通找来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一些都是以后再战的本钱 如此一来的话 你立法权只要高涨 行政权就会收敌 立法权一旦高涨的话 就要看韩国瑜的态度 表面上他必须维持意识中立 但是实质上可以水涨船高 这个就是韩国瑜2026或者2028再战的本钱 那当然纯粹便说要注意2026寒流再洗 寒流再洗真正的本钱只有一个 韩国瑜在议事堂上的领导风格 是否为选民结兽 这也就是民进党最恐惧的一点 所以不要小看517的表决 这个表决一旦过关的话 对民进党来讲 就是赖清德下达的四个军令状 转手为攻寸土不落 可以这么说 韩国瑜跟赖清德之间的交手 不在于520之后 而是在于517五项法案的表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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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